慕信家柏就連續兩季都是排第十 成績就不驚喜了 但是最不好的一件事就是 他們近四個球季都是走勢向下的 排名是十級而落 不是十級而上 當然落就不是十級 應該是每放月下 上季其實他們沒試過兩年勝的 這件事都是體現到球隊穩定性上 是相當不足的 那你說教練 其實今年他們也有新的教頭上任 6月6日宣布施奧安尼 就正式上任成為球隊的主教練 就去到2026年 不過你看看我日子 為什麼我特別要提到6月6日 因為其實如果球會是下定決心 就是不要之前的教練丹尼發肌的話 其實大可以在上季完季之後 就馬上宣布是 跟丹尼發肌分道揚標 但是去到6月6日才決定 就是說其實本身可能球會都心大心小的了 但是又覺得 就是談完之後 覺得丹尼發肌又不是好像 怎樣能夠令到對球有進步的 那麼6月6日就宣布是解僱了他 是解僱他 就不是丹尼發肌自己說離開 或者是共同業議分手 施奧安尼其實之前都是上季季初 就是教利華股信 之前大家聽我說 利華股信那一集都有介紹到他的了 還有就今年在管理層上面 就是球隊的經理 還有就是一隊的主管都是有新人上任的 只要安尼就其實 譬如前一季 帶領利華股信 都成績是不差的 只不過上季就 就是有段時間就有個低潮期了 所以結果利華股信又覺得 想有個士氣的衝擊 所以都無可奈何之下 就要把他解僱了 那麼今年就來到 無信家柏 因為無信家柏 是屬於利華股信 羅恩河打比的對手 看看今年就可不可以 在這個地區 就重新為自己證明一下了 還有一個消息 也就是一個不好的消息 說的是他們的右閘 拉拿這位奧地利的國腳 就確診有這個臨巴癌 那希望他就可以盡快康復 這位的老長球員都31歲的了 看看復出之後 就可不可以再在球場上面徵戰 那麼其實看回賽程呢 他們頭五個星期 就有少少似利華股信的 都是對利華股信的 其中一場就是 還有就是要對萊比錫和拜仁無尼克 所以賽程上面都得甲的這麼多對球裡面 他們都比較艱辛的一對 那麼德國杯就 看回他們一些的 或者看回陣式上面呢 其實德國杯第一圈和聯賽呢 他們就用四人防線的 但是我看回開季前的兩至三場熱身賽呢 他們是踢三中堅陣式居多的 所以我也不是很排除 斯奧安尼就 他在陣式上面都會不斷地輪換 支持利華股信呢 其實他在一季裡面 都曾經是試過踢三後衛的 不過《無尚家拍》近年 就當然是踢四人防線為主啦 馬上給大家看一看那個軍傭 或者看一看那個陣傭上面 今年其實都在前線上面都多新人的 那麼就說說門將啦 門將位置呢 因為今年的隊長呢 就是他們的瑞士的門將安年 但是我就有點意外 因為他其實一月份才加盟 就是今年一月份 還有陣中其實都很多老大哥級的球員 比如說中場的卡拉馬 或者是維高啊 柳侯斯啊 還有門將的 或者中堅位置的讚書基 這些其實都是一些 有能力可以擔任隊長角色的球員 所以為什麼會選到安年呢 是不是他特別有領袖風範啊 或者更衣室是特別有感染力呢 我不敢說的 但是就今年隊長人選了他的 還有就是中堅 中堅其實艾維迪也是下落了球會很長時間 其實中堅那方面就 今年都有一些新加盟的球員 那兩個 你可以說和巴和基亞路迪亞 那和巴就來自列斯聯的 因為列斯聯今年就降了班了 所以都今年找他過來 可能球員本身都不太想踢英冠 那另外就和巴有一種好的地方 就是他除了中堅之外都可以踢左閘的 國家隊其實他近期我看都是踢左閘為主 但是只不過在球會級賽事 就是比較多是用他去踢中堅 那另外就基亞路迪亞 這位小將其實我就覺得有點意外 就是今年來到武信家柏 因為去年在雲達不來媒 他整季在聯賽都是踢了66分鐘而已 但是就為未來啦 今年就200萬歐元就過來武信家柏 都不會是中堅的必然勝選來的啦 但是就看看他可不可以接下來有進步啦 那還有這隊球其實今年都還有幾個小將球員的 譬如你說在預備隊提升上來啊 或者就是在其他球會找過來的都有的 但是我就不記錄給大家了 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有哪些小將球員 譬如你說左閘有拿斯烏列治這些 但是就因為始終暫時來說 如果講均勻我覺得一隊的球員都夠的 所以我就不放進陣容套裡了 那中場中那方面其實能力就不差的 如果留得低文盧高尼的話 因為文盧高尼也是這個夏天轉會槍裡面 其中一個幾隻手可熱的大球會的收購目標 包括利物浦在內 暫時來說都是武信家柏的球員來的 還有就其實這隊球向來中場中有幾個球員 級數都是不太差的 也是德國人的 卡拉瑪經驗豐富的球員 上季卡拉瑪挺搞笑的 間不中又推前一格攻擊中場 但是這位球員就一向都 速率就不是太高 而且創造能力都不是太強 我就不太明白為什麼丹尼爾法基就擺在攻中 那我相信今年就不會的了 不過就都姑且豁著給大家看看 都是可以升任攻擊中場這個位的 另外柳侯詩呢 就是大家我想 看到推介球員那裡 為什麼我會推介柳侯詩呢 因為柳侯詩其實就 都屬於德國的 曾經入選的球員 以及在武信家柏這麼多年 都博有名氣的 但是我也推介他給大家留意一下 就是因為這位球員近年的發展呢 就真的跟我剛才說 形容武信家柏近季的排名一樣 就是每方月下 成名了一段時間的了 德國呢 就之前都入選過的 但是你看近年呢 德國都不選他了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球會的表現呢 就越來越沉 但是其實他作為一個中生代球員 理論上應該是這對球裡面一個 幾重中之重 應該是一個舉足輕重的球員 但是奈何自己的狀態呢 就很反覆 所以就上季啊 前季的表現呢 都未如理想的 但是什麼時候可以 踢回自己的新加坡呢 那柳侯詩到底今季 又有新加坡上任之下 可不可以 表現回 或者展示回 以往 大家 就是 大家見識到他 在傳送方面的功架呢 那這件事都是說不定的 可能繼續沉下去的 但是可能就是有一季半季 可以踢回 那他就已經是中場中的核心球員 還有就上季叫做回流回德國的維高 那這些球員都是 叫做 還有 諾高烈斯呢 今季就叫做外借回收的 上年就是 去了 比利時的聯賽 沒有記錯的話 還有就 前線 其實就 前線都幾多新面孔的 有些身面孔當中呢 有些其實都來自其他的聯賽 譬如右翼的漢奴拉特 漢奴拉特呢 其實就是 是一個27歲的逆風球員 主要就是踢右翼 那屬於尼斯的清訓產品 漢奴拉特 之後就去了法月 近四個球季呢 他就去 加盟了這個 法甲的中下游的球會 比斯特 前季其實他在比斯特就入了11球 今年就800萬歐元 就來了 除了帽順加帕 也不便宜 800萬歐元來說 對於帽順加帕 所以看看他這個逆風球員 今年可不可以 在右翼的位置 取代了莊娜斯-賀夫曼 另外就是 羅賓赫 羅賓赫 應該對於德國的粉絲 或者對於德甲粉絲來說 就不太陌生 前季他就踢比勒費爾德 因為前季比勒費爾德 還在德甲 他就有三十次的上陣場數 但是加起來 只有三個助攻 勝在幾個位置都可以踢 左中右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上年在比勒費爾德 就有十個入球 但是球隊就降到德丙了 今年 所以他當然不會踢得柄 所以今年他和奧川瓦雅 都是回來德甲的行列 110萬歐元 還有另一個進攻球員 就是斯雲卡拉 這位捷克的射手 斯雲卡拉 其實就是一個一米九零的高大哥 上季就是踢布拉格斯巴達 幫忙拿了聯賽冠軍 國家隊其實已經有份入選了 三月份對著波蘭 地標戰 國家隊的地標戰已經是有波入 腳鋒很順 季初來講 因為聯賽和德國盃 已經是兩場有波入之餘 還要是兩場都是梅開爾道 所以斯雲卡拉 今年就是無信交拍前線 我想很多粉絲 也是可以踢正前鋒 也是可以靠邊踢 當然 馬古斯杜林 他以前在無信交拍的年代 多數是正前鋒之外 就靠左手邊踢的 斯雲卡拉就靠右手邊踢 但是身形呢 都是同樣地 都是屬於一些 堪得見錫高大的球員 所以斯雲卡拉應該進攻上面 都是幾全面 或者是幾多繁數的 還有其他 都想特別提一提 有些在異隊球營加盟 或者是一些新人 包括拉努斯 拉努斯其實就是亞美尼亞國腳 來自巴尼姆尼克的異隊 今年就免費過來 二十歲仔 其實在巴尼姆尼克的異隊 上季二十個入球 十三個助攻都挺誇張的 亞美尼亞國家隊更厲害 三場打入四球 那之前的國際賽當期 對著威爾斯更加是梅開爾道 就令到亞美尼亞可以爆冷 擊敗威爾斯 所以 拉努斯今年可不可以 在《武信家柏》 就有時候被落場會 有些貢獻呢 都說不定的 還有一個就是尼高姆 尼高姆就是另一個 其實都是前線的新人王 二十三歲 都是剛剛職業生涯起步 沒有久而已 上季都已經在陣中了 那他就反而在季初我看到 都幾多上陣機會 所以或者你可以說 幾得到 施耀安尼的歡心 聯賽和德國杯 都已經是開了齋了 還有就是 盧森寶的國腳 就是耶雲杜山齊士 因為盧森寶其實已經是有 整二十一次的上陣 他也都在暫時 在季初都是入到 球隊的大名單 都是有上陣的 所以就是幾個球員 拉努斯 耶雲杜山齊士 或者是尼高姆這些 到底哪個新人可以爭得贏 或者哪個新人是有時候可以把握到 在季初 暫時 球隊在用人 或者在正選上面 沒有很確立的情況之下 把握到 爭取到 機會去證明自己呢 就可能是奠定了 他在教練 施耀安尼心目中的位置 所以這些球員 都真的要 把握機會 在季初 爭取一些多一點的上陣機會 和時間去證明一下 總括來說 這隊球我覺得 冒順家鵬今年 都是多一些值得大家憧憬的地方 正在前線 就有差不多的活力 還有就有些 上一代的球員 叫做離開了 包括就是 莊娜斯荷夫曼 馬古斯杜林 還有就是賓斯拜尼 還有老將的史丁道 雖然你說有些球員 離開了也挺傷的 但是 有時候你也沒辦法 誰叫你自己在續約上面 搞到一塌糊塗嗎 賓斯拜尼 馬古斯杜林 全部都是免費離開的 你試想像一下 如果這兩個球員 是可以賣出 賣到價錢的話 兩個加起來 我相信球員都可以收回 四五千萬歐元 就好像現在這樣 人才兩失 所以 無信家派這方面 都要檢討一下 所以今年就有 新的球隊經理 和一隊的主管 再加上技術總監等等 就是自己去 開研討大會 檢討一下自己的轉會 市場上面 為什麼就 經常都有些球員 在續約上面 為什麼會搞到這麼 這麼亂糟糟糟呢 就是時候 所以我相信 極其量也是 上一點點 聯賽 看著前半板 就不像近季 就是排第十 排第十就是後半板 就是目標 看上去 第八第九位 就問一下大家 剛剛就說到 無信家派有很多新人 大家又 有沒有留意到 他們一些B隊的新人 因為其實 我沒有辦法 因為節目 蝙蝠所限 都 有些新人 其實在預備隊 B隊其實已經是 有上陣機會 表現都不錯 如果你有留意的話 你又看好哪些新人